到现在我自己 我出生 我父亲很高兴 去告诉所有的亲戚 说他生了一个男孩子 其中有一个亲戚 叫做姚兰 我听我父母讲 我母亲讲 那个姚兰 告诉我父亲 你结婚才七个月 你就生了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来历不明 他不是女生的 是不是有人带打枪啊 对不对 怎么你结婚才七个月 你就生了一个男孩子 我母亲是跟我讲 我是早产 我是早产 我父亲 说哪有早产 他根本就不承认 一辈子我父亲就没有认我 所以我常常讲 我小时候 一出生就给我外婆养 我的阿嬷就养我 阿嬷过世了 就给我阿姨养 那天来私心会的妈妈 她就养我 一直养到她要结婚了 才把我送回家 哇 我日子也是不是很好过 我也不想问 我到底是谁生的 我也不想问 我到底是谁生 莫名其妙 我们就活在这世界上 像罗刹三太子 他父亲也是很讨厌的 李景的儿子 罗刹 罗刹三太子 一出生 哇 是个肉球 怎么生出一个肉球出来 然后把肉球打开 蹦 一下子一个小孩子出来 这是罗刹三太子 我出生的时候 那个基欧桑 问我的那个妈妈 他出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妈妈答不出来 后来想一想 是有 他出生的时候 全身包着白纱 他们那时候古代是没有 是没有 是没有吗 是用那个油把白纱洗掉 才看到小孩子 我出生是这个样子 也是来历不太清楚 他联华生大士也是一样 他出生 各不清不楚 就是在联华里面 他被人家 被一个皇帝 他捡回去 是这样子 所以讲海生金刚 他的来历 就讲联华生大士 因为联华生大士 大家也知道了很多 都讲过 所以讲他的这个 出生这个状况 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 三皇五弟的出生 像那个中国的老子 出生也是很奇怪 你不要看 释迦摩尼佛 他出生也是很奇怪 释迦摩尼佛出生 是磨牙夫人 出生的 从哪里出生 从役下出生 役下哪有子公 释迦摩尼佛出生 是从役下出生的 中国的老子出生 怎么出生的 为什么叫老子 因为他母亲怀胎 怀胎的时候 共怀了九十几年 一出生就老了 一出生就白发长长 就老了 所以人家叫他老子 出生就老了 都是很奇怪的 老子出生 人家是道教的祖师 他一出生就老 出生的时候头发都白 符子也长 白符子 所以人家叫他老子 出生就九十几岁了 释迦摩尼尔出生 是摩牙夫人 手握着一棵树 从椅下出生的 所以那时候出生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好像妇产科吧 很快的摩牙夫人 他就一生下这个释迦摩尼佛以后 他摩牙夫人就往生 这个 就是出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